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英國首相約翰遜前段遭到全球媒體的批評 踩到一民不直 說他搞防控措施久留 香港的媒體也諷刺他 搞的是佛系抗疫 即是說好像一尊佛一樣 就這樣坐在這裏 甚麼都沒有做 他在國內也面對著非常強烈的反對聲音 在過去兩個星期 有很多人聽到英國專家提出所謂的群體免疫法以後 就嚇到鼻孔都沒用 馬上收拾世縣要執包袱離開英國 結果有接近100萬的留學生 歐洲的居民和穆斯林等等 就是選擇了離開 當一切大局已定的時候 英國首相約翰遜 才採取一些雷厲風行的防控措施 你也別說他不聰明 使得英國醫療系統的壓力 簡直是舒緩了不少 突然之間走了接近100萬人 這個真是假裝豬吃老虎的極致 真是要稱讚英國人的政治手腕 真是高招到不得了 約翰遜今天發表了講話 宣布了一系列的新防控措施 包括在全國範圍實施全面的封鎖 要求國民必須留在家的樹 只有少數情況才可以離開家 包括購買必需品 外出做運動 醫療的需要和必要的工作原因等等 在這個新措施下 所有非必要的雙譜必須要關門 連宗教場所也不例外 約翰遜同時也禁止了兩人以上的公眾場所聚會 所有分禮和宗教的儀式也禁止進行 除了喪禮以外 這個措施將會實施三個星期 去到4月11日 就會再檢討實際情況 再作安排 我相信約翰遜所採取的措施是有效的 起碼可以減少社區傳播的速度 大家看看這個林鄭 學點就不學點 只是禁止酒吧賣酒 完全是杯水車身 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治標不治本 你應該一刀切禁止所有社交聚會才是 你就不是 我看到酒吧那時候有感染群組 禁止酒吧賣酒 一早就已經有打邊爐的群組 又不見你禁止打邊爐 而且你禁止酒吧賣酒都不是問題 問題就是你沒有擔當 這個特區政府 禁止酒吧賣酒你叫他吃風嗎 你起碼就要輔助一下企業 輔助一下雇員 包括你會不會考慮一下 幫那個企業交租呢 你會不會考慮下代的員工來資深呢 你是不會的 你是沒有擔當的 你制定所有措施和政策的時候 你都不會有通盤的考慮 你禁止酒吧賣酒 實情我也不覺得有問題 我還嫌你做得不夠 你應該訪效英國 美國加拿大的政府 將所有健身中心 民餘康體設施 這個食店的堂食 全部禁止它 但是你在禁止之餘 你還要對於這些中小企業 要有輔助才行 人家不是像你林鄭那樣吃香的 就說回那班留學生 去得英國讀書 家底也要有那麼多 相信他的父母供得起他讀書 都起碼是知書識禮的知識分子 竟然間都會誤信 約翰遜所謂的佛系抗疫是真事 被約翰遜三言兩語 控騙了他 回來香港 我就覺得這班友仔的學費是白交的 你們去得英國讀書 照的就是相信英國的教育制度 和相信英國政府 現在被約翰遜說兩說 馬上撿包袱 竟然相信林鄭比英國政府還多 現在卻相信錯林鄭 回來香港就變成攬炒 在飛機上坐十幾個小時 難度不是比起病在家更加高危嗎 在一個星期都不夠 有不少的留學生就已經後悔了 為何會回來香港這麼愚蠢 為何寧願相信林鄭這個特區政府 都不相信約翰遜的英國政府 這些可以說是拿來賤 現在其實有很多人 戴著電子手帶 都偷雞外出 我們就已經一早判斷了 只要這些所謂的家居檢疫措施 越多人的話 其實你特區政府要監控他們就越難 因為你監控的人手又有限 而且就依賴那些手機的監控 就叫他拍QR Code 或者跟他視像通話 就叫他拍一下家的背景 完全是沒有作用的 因為他在拍完之後 轉背又可以偷雞下街 而且你那班的監控人員 也有上落班時間 段股就不會在深夜或者凌晨的時份 繼續來進行監控工作 人家都要睡覺 你沒理由凌晨三點鐘 在別人的手機鎮機 或者響鈴叫人家拍QR Code 或者跟你視像通話 這些都不合理 但是這些人正正利用這個漏洞 他在晚上 至深夜這段時間 猛地出街 難得有一段時間 是沒有監控的 這些人還不像瘋狂瘋 那樣 昨天在沙田發生了一宗 都幾轟動 在網絡那裡傳得很重要 就說有一名十三歲的女童 在他疑似老爸陪童下 光顧一間食店 綁著電子手帶大無私樣 後來當然有一名 建議用為的市民 發現到他斷正了 你有沒有搞錯 在這裡吃飯 立刻就拿起手機 拍著這對大小不良 跟手就有人報警 這對婦女 出了這個店舖以後 就想上的士 那名市民立刻就大聲 告訴的士司機 不要載他 他綁著電子手帶危險 那個司機 很厲害 一看到女童手上的手帶 就罵他兩父女一份 做得非常好 千萬不要 禍咒為約 這一名市民跟著這兩父女走 走到酒店那裡 當然 這一名的女童 後來被警察拘捕了 就要送到中心那裡睡覺 這些就是完全離譜 他老爸也不知道在想什麼 你明知道自己的女童 綁著電子手帶 就要做回應該做的事 如果他要吃飯 你就下街買外賣送回去給他吃 為什麼要陪他一起犯法 這些人到底在想什麼 這些人 還是做人老爸 為老不尊 教壞子孫 告訴你 另外 昨天還有一個 發燒的男人 24歲 在荃灣的路德維那裡 和幾名朋友 去到一間車仔麵館 吃宵夜 那些食客看到 這傢伙綁著電子手帶 二話不說馬上就狗狗狗 這傢伙冷不提防 不知道有人報警 當然警察到場 發現你真的有條手帶 然後這傢伙又報稱發笑 那傢伙當然是彈到狗狗狗軟 最後也是被抓了 鄉下 那這些人就是完全離譜 還有他那些什麼朋友 朱鵬狗友 對嗎 明知道你這個死產朋友 戴著電子手帶 你這傢伙還跟他在吃東西 真的不知道死字怎麼寫 就算多久沒見的朋友 也沒理由這樣以身犯險 是不是 明知道他剛剛回香港 手綁著電子手帶 你又約他出來吃東西 你起碼等他在家 睡回14天 沒事沒幹 你出來都歧視 吃七禁食 沒有人管你們 現在一例又違法 會增加傳染的風險 不負責任 他又說 值不值得為了出一次加儀還押你 值不值得出一次加儀有刑事記錄呢 他就說人家不負責任 最不負責任就是你林鄭本人 浪費時間 一早就應該實施全面封關 你實施了全面封關的時候就沒事了 當然 他又有辯駁 到現在為之他都不肯再去做全面封關 他就強調 現在仍然有大量的香港人 從外地返港 根據《基本法》香港人是有出入境的自由 政府不能夠全面封關 他現在又說《基本法》 他打壓示威遊行集會和罷工自由的時候 又不見他制出同一套《基本法》 況且就算《基本法》保障香港人的出入境自由也好 你仍然是有很多行政措施來做 做了以後就等同於全面封關 首先你就要封在深圳灣大橋口岸 和港珠澳大橋口岸 這兩條的陸路口岸 只是保留機場口岸作為出入境的用途 那就已經不會違反《基本法》 目前的航班其實數量已經大減了 還飛得來香港的 九成都是國泰航空營運的 如果現在是港督來 主理香港的事務 他打電話跟國泰航空說聲 叫他停運其餘的航班 就已經造成了一個 變相的物理封關 那些人不可以再坐飛機回香港 你設一個限期出來 在某一個限期之後 你就叫國泰航空停了所有的航班 那就已經造成了變相的封關 那些人如果有本事就自己坐私人飛機回香港 這樣的話 你香港絕對就有一個處理的能力 中芯又夠用 酒店的房間又夠用 怎麼不夠用呢 現在你諸多辯駁 林鄭就說 如果把所有人送去中芯的話 就有很大困難 因為每天回香港的人就有六七千人 以十四天計算 就需要大約十萬個空位 政府就沒有足夠位置容納 用什麼政府容納 叫國泰停航就已經搞定了 關閉那兩個陸路口岸 同時就叫國泰停航 那就已經造成了變相的物理封關 是不是呀 又不會違反基本法 只不過你是不肯去做 如果現在還是港督管理香港的話 他一定有這個勇氣和魄力 來做得到 林鄭就沒有了 因為你要搞攬炒 你要跟香港人作對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